我们看到今天最后一位选手 白云祥 23岁甘肃人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本科机械工程专业 应聘的是助理和销售方向 来 这份简历 谈一下你们的初印象 字写得很工整 对 他写的同事眼里一直在折腾 可是我看到他这里边 从上大学到现在 就好像是也一直在工作 也在学习 所以想了解一下折腾的什么 他是一个家庭同样 他还挺多的爸爸妈妈哥哥姐 加他五个人 然后他说的是爱宝宝 我挺喜欢这种 大家庭里长大的这样的人 他们的安全感很好 然后团队的融合感也很好 我是非常期待的 我告诉大家 就是这份简历当中的这位男生 有一段曾经落魄街头的经历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企业家 最落魄的时候 惨到什么样 我和我太太两个人到上海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月的工资300块钱 然后呢是父亲给800块钱到了上海 然后呢就是离花工资还有15天 然后口袋里还剩10块钱 还有15天发工资还剩10块钱 然后呢我就把这10块钱拆了 然后呢花了6块钱买了米 然后4块钱买了一瓶豆腐乳 然后呢熬稀饭 每一点就一点点米放在里面 然后吃了15天 这是和我老婆和我太太的事 那你比我强多了 04年 04年 好浪吧 我当年连4块5毛钱的白纱烟都抽不起的时候 后来就没有烟 这个时候我老婆总能像变魔术一样 变出一根烟来 我说你哪来的烟呢 你每次买烟的时候 我就藏了两根在那个衣柜里面 我就看你有的时候呢 你没烟抽找那个烟灰缸里的烟地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这个时候我能够给你变出一两根烟来 你会不会认为我是个特别神奇的女人 哇 好幸福啊 这不是什么未雨绸缪 也不是什么 这就是生活当中的苦中作乐 其实真正懂得生活艺术的人 往往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懂得生活的艺术 让你过得很开心 这位选手看看 他在落魄街头的时候 他有没有领悟生活的艺术 掌声有请白云祥 各位企业家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观察团的老师 大家好 我是白云祥 是一名大四应届毕业生 从小学到大 我一直在担任班导职务 这段经历 是我具备了一页的管理能力 在大学期间 也有过很多兼职经历 后来又在学校创业 和朋友一起开过店 也在我们学校创业复化器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服务师生超过一万人次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我想寻求一份销售 销售助理等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博尼老师好 来 先说一下你落破街头 是因为什么原因 当时就是大一第一次出去找工作 然后碰到了黑中介 然后就是被骗了 那肯定是不止被骗一次 对 因为我那个就是当时上大一 然后是第一个寒假出去工作 然后出去找工作 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自己在网上去联系这些中介 然后就是按照中介给的这个位置 去到他们公司 进去之后就是什么押金 保证金 服装费 然后乱七八糟 就是我去问他们那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然后我说什么时候安排工作 然后一直是等等等 当时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就是当时已经是快八点的时候吧 冬天特别冷 当时就来个饭店 然后去里面去问他们 需不需要这个兼职 然后到最后亲信的一点就是 碰到一家烤压店 然后当时是这个大厨招待的 然后就听了我们的经历 觉得我们比较惨 然后就让我们在他那边工作 对 我们曾经有一个女选手上台 遭遇像你一样的骗局 但她厉害的是 她把这钱给要回来 从她被骗了这件事情上 我能感觉说 她是一个很单纯的男生 有闯进 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对于外面的世界的防备心 和判断能力还是不够的 你还做过校园代的校园经理 这个现代大学的学生 到底消费能力怎么样 特别能花钱吗 其实怎么说 因为我们的是三宝院校 然后里边很多学生 相对来说是 就是消费能力比较高的 这种消费是正常的消费 还是透支性的消费 我觉得是透支性的 因为大多数都是处于一种攀比的心理 攀比什么 服装就是穿的 然后还有就是 主要是手机电子产品 主要是想 就是都是想拿一个苹果 觉得有面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首先如果说 你想去拥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要有能力去拥有它 不然你做校园代 你应该希望他们有这样的心情 是当时 要不然你哪有业务做呢 对 后来我去公司实习的时候 通过去就是打电话 催款 当时才知道 就是校园代带给学生的一个危害 对 你业绩怎么样 当时就是在我们那个大区里边 我是排第二的 你怎么做到的 就是每天放学之后 带着我们团队去 就是给他们画风宿舍楼 然后到宿舍楼里边去做地推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术语呢 就是聊聊天嘛 早聊 哥们儿 缺钱嘛 没有 就是看他进去是在做什么 有些同学可能是在学习 然后有的是在打游戏嘛 然后我们团队里边也是 就是找那种有会才艺的 会弹吉他的 然后会打游戏的 然后进去之后 就是碰到相对应的客户 然后上去之后 跟他聊他所做的对应的事情 跟他靠近 这两天那个报道啊 又在采访了几年前 自己卖肾 买iPhone4的那个男孩 他现在身体差得不得了 天天躺在床上 什么也干不了 当年就是他卖了肾 买了一部iPhone4 然后才有了这样的一条新闻 所以说这个校园的透吃消费 这个事情啊 的确还是大家要引起重视 有多大能力做多大的事 虚荣性虽然人人都有 但要建立在 你能承担虚荣的这份能力上 对 你要今天面试的是销售 对 销售或销售 你毕业了吧 明年六月份毕业 那你找的是实习工作 对 算是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要求薪资是四千五家 有地域限制吗 北京或者天津都可以 其他地方应该不考虑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就是首选北京或天津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获了 第三次 第一次 下集内 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